大家好,我是DRAI 今天要讲一个 AA 影片的故事 故事开始 女主角和男主角大学时期 超级 NA 每天都激情的 AA 女主角也被搞大了 两人也顺利成长了结了婚 三年爆粒 她们很快就有了两个小孩 小孩也都要小学毕业了 两人现在都忙于生活 所以几乎没有 AA了 女主角是一名著名的网上Blogger 写的内容都是与老公孩子家人的互动 有一家公司的老板看上了女主角的Blog 有兴趣购买她的Blog账号 男主角是一名电台播主 公司经常会有一些旧的iPad要处理 男主角都会拿去送给人 女主角要和男主角庆祝 Blog即将被购买的事 也安排了老妈女照顾孩子 女主角露点 得要和男主角激情的庆祝 两人都很期待 可惜却都不争气 两人在一起太久了 少了激情 女主角这时看到新的iPad 想到拍影片诸信 他们大战了300回合 两人今晚都过得很满意 几天后男主角收到陌生人的信息 这人看了他们的 AA影片 男主角顿时想起自己送出去的旧iPad 有自动连接自己新iPad的GG 男主角告诉了女主角这事 女主角很生气 因为这种事受委屈的多半是女生 女主角还把其中一个旧iPad送给了老板男 如果被他看到 收过Blog的事就泡汤了 他们决定去把送出去的iPad都收回 先去了好友男的家 大家都很尴尬 因为影片都被看过了 然后他们决定去老板男的家 男主角和女主角假装来拜访 实际是想借机会偷回iPad 男主角假装上厕所 却碰到了老板男的狼狗 一人一狗打了起来 好友男见他们那么久没出来 只要假装是市长 要来向民众募捐iPad 老板男都没用iPad的 就给了他们 男主角也从狼狗那里逃跑到出来 却受了一身伤 他们回去好友男的家 好友男的儿子小屁孩 看到男主角 偷偷地告诉了他 自己就是发信息的人 他已经将影片上传去到了 YouBug网站 要他删除的话就给100千 男主角当然不给 回到家就打电话给好友男 好友男不相信自己孩子会做这种事 男主角也告诉了女主角 女主角很生气 男主角安慰到 可能没有拍到很清楚 人家认不出他们的 结果影片清晰到 他们带上孩子闯入了YouBug公司 想摧毁Serv 然后就被逮到了 男主角本来想一人做事 一人当YouBug公司的老板娘 发现女主角就是著名的Blogger 自己是她的粉丝 老板娘也决定放了他们 她老公也只好放人 还为他们删除了影片 他们以为一切都搞定了 男主角才发现 儿子整理的毕业纪念影片 用的电脑是她的电脑 男主角怕影片被不小心放出来 只好跳楼压烂电脑 男主角受了伤 可是还好影片的是解决了 叮咚 小屁还来找男主角谈判 因为男主角不让自己的孩子和他玩 小屁还愿意交出最后的影片 他不想失去唯一的朋友 男主角和女主角消除了最后的copy 故事结束 看完这个故事 我明白到要保护好自己的私人影片呀 要不然 给我呆呆拿到 是会解说出来的 拜拜